而恶物战争方面到目前为止是造成了一万多名乌克兰的平民死亡 还有超过1.8万人受伤 而农民没有办法再生产粮食生活是陷入困境 联合国甚至认为乌克兰全境现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而至于众矢之地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说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悲剧 而且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双方的和平谈判 乌克兰第47士兵在战壕里朝敌军猛力开火 乌克兰部队在乌东阿富蒂夫卡的北部前线 遭二军重型武器和装甲车突袭 但死守的乌兵就算受伤了还是要奋勇抵抗 阿富蒂夫卡过去一周成为乌东战火最激烈的战线 乌军遭到三面包围只剩下一条公路补给线 尽管如此乌克兰炮兵指挥官说 他们已经将战场当成一场游戏来看 每个部队正在比赛 看谁可以摧毁更多俄军坦克 第110机械化旅旧出动无人机投放炸药 炸毁好几辆俄军坦克 乌军还宣称在这里每天平均消灭一千名俄兵 然而俄罗斯依旧不放弃占领阿富蒂夫卡 根据复比斯报道 阿富蒂夫卡面积只有29平方公里 但他离顿尼茨克首府实在太近了 对整个顿巴斯战线来说 具有战略重要性 我们听见爆发丁 暂股的 very次 和 все之类任由我们的避免 他们到过传来的写真里 一些轴编离弱体力量 10枪定的情况下 傍聚集员开始使用炸药 每天是十多十 bout的十瓶 是的 軍民以絞肉戰場 形容近期雙方戰火之猛烈 更指控俄軍想把這座城市 變成第二個巴赫姆特 在巴赫姆特烏爾兩軍也陷入激戰 烏克蘭士兵在槍林彈雨中奮力向前衝 發射RPG火箭彈 但隨著延東即將到來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坦言 東部戰線的部分地區 現在面臨防御困難 就在此時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突然造訪基辅 為烏克蘭帶來一絲希望 因為過去一個月以哈戰爭 分散了美國對烏爾戰爭的注意力 除了美國 德國也宣布加碼軍援13億歐元的武器給烏克蘭 德國總理肖茲在G20視訊峰會上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 盡快結束這場戰爭 儘管話中帶刺 但這是烏爾開戰以來 普京第一次向G20領導人喊話 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似乎有所軟化 甚至罕見使用戰爭這個字眼 雖然這段發言是說給各國領袖聽的 但也是戰爭爆發之後 普京對烏爾戰士最溫和的言論 態度是否真的有所轉變 還得後續觀察 TPP新聞綜合報導 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已經一年九個月過去了 男性大部分都去了戰場 導致一些比較粗重的工作 像是礦場裡面的體力活都得由女性來承擔 不過烏克蘭的前線現在也是陷入了困境 軍武的數量是大大的不足 雖然前幾天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才宣布了 要對基辅提供1億美元的軍援 可是烏克蘭的官員就透露 在尾巴衝突之後 美國的資源分配也有所改變 提供給烏克蘭的炮彈跟火藥 減少了大約有三成 俄羅斯坦克發射炮彈 這一回宣稱擊落了烏克蘭米格29戰機 烏克蘭則聲稱 在過去24小時之內攻擊俄羅斯哨索 烏爾開打一年有273天 烏克蘭迎來廣場革命的10周年紀念 當年警方在街頭朝示威者發射時代 烏克蘭首都基辅的獨立廣場如戰場 這裡可以說是紀念烏克蘭清歐抗俄真民主的抗爭起點 10年前2013年11月21號 親俄的烏克蘭總統雅努科維奇 終止和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定 引爆全國大抗議 當時在基辅的飯店還臨時變成了急救室 外頭示威者用鐵皮架洗小圍牆 朝警方丟石頭自製的爆裂物場面混亂 當時不管日夜 獨立廣場的紀念碑周圍都是煙瀟瀟漫 烏克蘭民眾全力抗俄 在經歷了四個多月的抗爭後 一百多名的抗議者身亡 最終結果是親俄的總統雅努科維奇 逃亡到俄國投奔普清 而現在普清卻用政變來形容這場革命 不甩普清的態度 烏克蘭的總統泽倫斯基說 早在十年前 他們就跨出了反攻的第一步 泽倫斯基說 烏克蘭早就拨下抗惡的種子 確實如此 在俄羅斯去年對烏克蘭開戰後 畫面上這位名叫Roman的24歲士兵 他馬上自願上前線 因為他早在16歲的時候 就已經參加了廣場革命 結果卻不信 在這一次的俄烏戰爭中 去年的6月8號 Roman戰死在武東前線 他的爸爸也是自願入伍的 還特別跟單位請假一天 在廣場革命的紀念日的時候 來看看孩子 烏克蘭十年前十年後都在抗惡 為的就是要確保烏克蘭 能走上加入歐盟的道路 歐盟的27個成員國 將在12月的時候舉行高峰會 會中他們將決定 是否要允許烏克蘭展開入盟談判 烏克蘭的總統 泽倫斯基還向媒體爆料 開戰以來 他至少躲過俄羅斯五次暗殺 還說這種經驗就像確診新冠病毒一樣 第一次很可怕 之後就見怪不怪 只不過烏克蘭現在也不是唯一一個 和俄羅斯敵對的臨近國家 分蘭就指控俄羅斯刻意把難民帶到了邊界來 要指使他們進入到芬蘭 而且這數量越來越多 這個月已經破600人 因此芬蘭總理宣布 24號開始將關閉所有對俄羅斯邊境管制戰 他們批評俄羅斯試圖破壞芬蘭邊境 兩國已經正式槓上 TVBS新聞綜合報導